我接著會介紹一下那個石頭怎樣去做的 本身我們有一個石類叫ST 按search 它都會找回所有石頭 我們之前設定的編號 舉個例子 我找個單字問 通常是DI字頭 好像這個編號 這個編號怎樣來呢 其實它都有一個細節 其實這次它是跟你的type, cut, shape, color, clarity, size 去形成這個編號出來的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就可以定義到你的standard 因為坦白說你每次入寫 基本上你都會有一個格式 有一個規格 如果你定得到你的規格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這個編號進入你的倉 好處就是你不用那麼多包 還有每一包你都會有一個格式 對你做你的產品的BOM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standard 那這個編號呢 那這個編號呢 都可以根據那個item code 設置去jang的 那其中一個呢叫Stone 其實你可以設定那個次序 還有那個長度 那你需要用的那些 你就把它剔掉了 不需要用的那些就把它剔掉了 那你去到Jano 你去到J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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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了 那有些石呢 是會說長闊高的嘛 不會說size的嘛 那你沒有可能定的 長闊高 那如果你有長闊高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在中間呢 自己定義個separator 那有些公司喜歡用成的嘛 是嗎 就是長成闊成高 那你就用一個X咯 那如果有些公司不喜歡的 就用hyphen都可以的 自己去決定咯 然後save 那這個編號呢 它會根據這個item code 去自動拿給你的了 是嗎 那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feel了這些東西 所有的地方是可以用來找的 那就是簡單來說 譬如我要看餐吃飯的 那起碼我想知道自己有些什麼菜 去做些什麼菜出來 對吧 那你可以用那個鑽石 圓形 顏色 淨度 去找你的倉存有多少東西出來的 那一般來說 你的石呢 你會有一個Description 那這個Description 都是GEN出來的 那舉例子 譬如你塗了它 你按這個GEN 它都會自動和你GEN的 那它怎麼來的 都是根據這些master file 所以為什麼你會設定中英文 它都會給你英文中文 因為始終有些工場 是不會看你的英文的 那你可以給它們看 那就是剛才那裡 你會定義多少 你說GEN Description 你其實選了這裡 然後按GEN Description 它就會自動GEN這個給你的 那如果我要選幾個位置 好像剛才那樣 好 如果你GEN這個code 就不是按這個GEN的了 你是要回setup這裡 去決定你的次序 和你的長度 行不行 那石頭呢 一般來說會用carat 就是你的calculation unit 是用一卡是多少錢 你的reference是多少粒 那要記住這個價錢 是說多少卡 不是說多少粒 這個是因為你自己設定了 你的calculation unit 那石頭呢 我們會有A cost B cost 那有程度A cost 就是你的rate average 因為始終 石頭那個價錢呢 你今天買1000 明天可能買1200 你這次付錢 那一定便宜一點 對吧 那所以系統呢 就會平均給你那個價錢 那舉個例子 譬如你今天1000元一卡 那明天1200元都是一卡 那會不會給你1100元 可以嗎 這個就是那個rate average的原則 那第二個B cost呢 其實你可以設定1300元的 或者再over多一點 這個就是那個rate average的原則 因為你坊間你買回同一類的東西呢 你未必買到1100元的 或者1200元買不到的 那你可以設定那個B cost 就是你對客的價錢 A cost呢 就是你實際進來的價錢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設定me max 設定me max 設定me max 挺有意思的 因為你可以知道 有哪些是over 有哪些是below 你的stock的level 對不對 那你可以設定 那你可以設定 同一個道理 遇刺的供應商 那 那 工場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石頭 那 石頭呢 就很少用bom啊 這些東西的 那當然 你可以用特徵的 那 不過一般來說 特徵呢 都會在這裡顯示了的 那 那 如果你有另外一些特徵呢 其實你也可以用 沒問題的 那 石頭也可以有一幅圖的 所以除非你賣石 那你可以弄圖 那你可以弄圖 那 一般來說都不弄的 那 那 石頭來說呢 其實都可以 data import的 那 那你怎樣做呢 那我們help housekeeping 我們有一個叫importstone的 那 那 其實這個形式呢 跟你的finish goods 是一模一樣的 那 那 不過那個file呢 有一點點不同 那 那我試試開開 sd那個file 那 那 唯一不同的分別呢 就是 他會有type cut shake clarity color size 和 長 闊 高 那這些唯一的分別 那其他呢 一模一樣的 他都有description 他都有long description 那 他也都有賣價 也有cost 就是abcost 是吧 他也有uom 他也有mean math 是吧 也都有default 18 他也有自己remote 那 如果你有倉存的話呢 他也可以fullpo入倉的 他的貨幣 那這個做得好一點 你可以進哪個倉 還有每卡多少錢 多少卡 多少粒 那 石頭就不會有bom的 那所以呢 那石那個imple呢 我們不會有01 02 03 這樣的 那 一般呢 就 我們會跟回那個 石那個次序 去給你一個編號 那 那 我試一下改一些東西先 因為這個次序可能已經import了進去的了 import了進去 他不讓你再做的了 記住 ok 那我試一下用回這個file 去回那個program 選 create new create new 即是他會跟你的combination 去放回那個石的編號給你 那create purchase 即是update你的倉 那如果你的石呢 是印牌仔的話 你可以create那個batch的 下 然後 import 那那個system呢 會跟回你的次序 去給你那個石的編號 那你的purchase 和你的batch的number 是嗎 那你follow回 很簡單 你就去那個purchase 如果你search呢 你今天應該會看得到 有個excel進來的 然後你做回同一樣的東西 edit 選回 今次你是入寫 那你當然進去寫倉 是吧 那你的ray是hongkong estrangeray都是1的啦 價錢不變 那你不要update 那即是total你八萬幾元 兩包寫 confirm的話呢 他就自動跟你進去 yes 明白 如果你for 頭一次 即是如果你沒有寫code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system呢 就會自動和你 組織個射曲出來 是吧 那所以呢 即是你們用 用的system來講 你會方便些 那你的batch 去到batch吧 按回你也會有個batch 那然後呢 這兩包射包 select 那然後呢 export 那你就會把這些資料 pass過去 你的牌子那邊的 其實你的形式呢 跟你的finishcode 是否一樣 沒有分別 都是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那個石頭的import 那我跟著會介紹一下那個石頭 怎樣去做的 那本身我們有一個寫類 叫st 那你按share 即是他都會找回所有的 寫的 你之前寫的編號 那 那舉個例子 我找個diamond 就通常是di字頭 好似這個編號 那這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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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來呢 其實他都有個detail 對吧 那其實今次呢 他是跟你的type cut shake color clarity 和size 去form這個編號出來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你便定義到你的standard 那 因為坦白說 你每次入寫呢 基本上你都會有個格式的 有規格 那如果你定得到你的規格的時候呢 那你便跟著這個編號去進入你的倉 那 那好處就是你不用那麼多包 還有 就是每一包你都會有個格式 對吧 即是對你做你的產品的bom的時候呢 你都會有個standard 那 那這個編號呢 都可以根據那個itemcode setup呢 去jank的 那其中一個呢 叫stone 其實你可以設定那個次序 和那個長度 那你需要用的那些 你便把它剔掉 不需要用那些文剔 那 那 去回jank 你把它剔掉 那就可以了 那 那 有些石頭呢 是會說長闊高的嘛 不會說size的嘛 那你沒有可能定的 長闊高 那 如果你有長闊高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中間呢 自己定義個separator 那有些公司喜歡用成的嘛 是嗎 即 長 成 闊 成高 那你就用一個x 那 那些公司不喜歡的 就用hyphen都可以的 自己去決定 那 然後save 那 那這個編號呢 會根據這個itemcode 去自動拿給你的了 是吧 那 那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feel了這些東西 所有的地方 可以用來找的 那就是簡單來說 譬如說 譬如我要看餐吃飯的 那 起碼我想知道自己有些什麼菜 去做些什麼菜出來 那 那你可以用那個 鑽石 圓形 顏色 靜度 去找你的倉存有多少東西出來的 那一般來說 你的石頭呢 你會有一個description 那這個description 那這個description 都是gen出來的 那舉個例子 譬如你塗了它 你按這個jain 它都會自動和你jain的 嗯 那它怎麼來的呢 都是根據這些master file 那 所以為什麼你會設定中英文 它都會給你英文中文的 是 因為始終有些工場 是不會看你的英文的 那 你可以給它寫寫 那 那 就是 剛才那位 你介紹幾個 是 是 是 例如 我選擇jain 多少 你說jain description 你說jain description 你其實 選了這裡 然後按jain description 它就會自動jain這個給你 嗯 那如果我要選幾個位置 好像剛才那樣 你說我要 好 如果你jain這個code 就不是按jain的了 你是要回setup這裡 去決定你的次序 和你的長度 可以嗎 那 那 石頭呢 一般來說會用carat 就是 你的calculation unit 是用 一卡幾錢 你的reference 是多少 粒 那 記住這個價錢 是說多少卡 不是說多少粒 這個是因為 你自己設定了 你的calculation unit 那 石呢 我們會有a cost b cost 那有程度a cost 就是你的rate average 是因為始終 石頭的那個價錢呢 你今天買1000 明天可能買1200 這個 depends 外面的需求 嗯 還有可能你給的 你今次給cash 那一定便宜一點 是吧 那 所以system呢 就會平均 給你那個價錢 那舉個例子 譬如你今天1000元 一卡 那明天1200元都是一卡 那會不會給你1100元 可以不可以 這個就是那個rate average的原則 那第二個b cost呢 其實你可以設定1300元 或者再over多一點 因為你坊間 你買回同一類的東西呢 你未必買到1100元的 或者1200元買不到的 那你可以設定b cost 就是你對客的價錢 a cost呢 就是你實際進來的價錢 可以不可以 那你也可以設定me max 下石頭的segmin max 是挺有意思的 下石頭的segmin max 因為你可以知道 有哪些是over 有哪些是below 你的stock的level 對不對 那你可以設定 同一個道理 遇刺的供應商 下石頭 工場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石頭 下石頭就很少用bom 這些東西 那當然你可以用特徵的 不過一般來講的特徵呢 都會在這裡顯示了 如果你有另外一些特徵呢 其實你也可以用 沒有問題的 那石頭也可以有一幅圖的 所以除非你賣石 那你可以做一幅圖 那一般來說都不做的 好 好 好 那石頭來講呢 其實都可以 data import 的 那你怎樣做呢 我們help housekeeping 我們有一個叫importstone的 那其實這個形式呢 和你的finish goods 是一模一樣的 那 不過那個file呢 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試試開一開 sd那個file吧 那它唯一不同的分別呢 它會有type cut shake clarity color size 和長 闊 高 是吧 那這些唯一的分別 那其他呢 一模一樣的 它都有description 它都有long description 那它也都有賣價 也有cost 就是abcost 是吧 它也有uom 它也有mean math 是吧 也有default support 它也有自己remote 那如果你有倉存的話呢 它也可以fullpo入倉的 它的貨幣 那這個做得好一點 你可以入哪個倉 咯 還有每卡多少錢 多少卡 多少粒 那石頭就不會有bom的 那所以呢 那石那個imple呢 我們不會有01 02 03 這樣的 那一般呢 就 我們會跟回那個 石那個次序 去給你一個編號 那 那 我試一下改一些東西先 那 因為這個次序可能已經import了進去的了 import了進去 它不讓你再做的了 記住 那 ok 那我試一下用回這個file 去回那個program 選 create new create new 即是它會跟你的combination 去放回那個set的編號給你 那create purchase 即是update你的倉 那如果你寫呢 是印牌仔的話 你可以create那個batch的 哈 然後import 那那個system呢 會跟回你的次序 去給回那個 寫的編號給你 那你的purchase 和你的batch的number 對不對 那你follow回 很簡單 你就去回那個purchase 如果你search呢 你今天應該會看得到 有個excel進來的 然後你做回同一樣的東西 edit 選回 今次你是入寫 那你當然入回去寫倉 對吧 那你的ray是hongkong estrangeray都是1的啦 價錢不變 那你不要update咯 那即是total你八萬幾元 兩包寫 confirm的話呢 它就自動跟你進去了 yes 明白嗎 喏 如果你課 頭一次 即是如果你沒有寫曲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system呢 就會自動跟你 組織那個寫曲出來 是吧 那所以呢 即是你們用的system來講 你會方便一點 那你的batch 去回那個batch吧 按回你也會有個batch 那然後呢 這兩包石包 select 那然後呢 export 那它就會將這些資料 就pass過去 你的牌子那邊的啦 其實你的形式呢 和你的finish group 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 都是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那個石頭的import 好 好